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完结短片 腋下之睡后二三世与千世大人的打脸日常 天边隐约可见太阳升起 透过薄薄的云层渗出银白的光亮来,四周静谧无声 只能听见身旁人的绵长的呼吸声 软筋散的药效终是过了 再加上吃的牛肉面,今夏只觉腹中沉重,难以入眠 硬是清醒着神志到了天亮 他转过脸,看着陆毅的侧脸 睡着的大人毫无攻击力,再加上那张让不少小姑娘着迷的脸 极为的具有欺骗性 他看着,竟是不由自主地凑了过去 手指头戳了下陆毅的脸颊,温温软软的,不若想象中的冷硬 只是忘了锦衣卫是何等的警觉,被他攥住手腕 狠狠地一拉,上半身压在了他的身上 两人之间的距离和昨晚作戏时相差无几 大,大人,今夏急忙起开,我只是看你醒了没 天亮了 陆毅似是没察觉,眼中还带有未退去的拥戴 怀抱着胳膊声音夹杂着一丝的暗牙 沉默了许久,陆毅掀开了锦被起身,穿上了衣衫 我去向闫大人辞行,你在这等我即可 卑职不用陪你一起,闫大人,他不会怪罪吧 今夏拉着被子,裹好礼衣,有些犹豫 按照昨晚的戏来,你今早约莫是该起不来的 大人,我好歹也是个姑娘家 您稍微含蓄一点 姑娘家 陆毅压抑地打量了他一下 颇有些调侃的意味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又哥哥不是出自圆补快之口 呵呵,大人您记性可真好 圆今夏只得善笑着 说着,只见陆毅拿着剑走了过来,别别别大人 说个笑而已,不至于动怒吧 陆毅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有些许的嫌弃,你倒是提醒我了,做戏要做全套 下巴一扬,示意袁今夏伸出手指 大人,背直怕疼 今夏揪着被子往后退,怀抱着双臂,死死地拧着眉头 陆毅眉头一挑,你怕疼 问出的话,经他这么一说,总觉得有些不对位 瞧他干脆利落地划了手指,在床单上落了几滴血 转身离开,袁今夏还未缓过神来 最近的陆大人,真是格外的有人性 穿戴整齐出了房间,肚子便咕咕地叫了 袁今夏像是,有先天感觉一般 直直摸到了画坊的小作坊 昨夜,小阁老给陆毅陆大人送了女子 这路指挥使家教慎言 听闻这路公子身边,也从未有过什么丫鬟通房 成了小阁老的意也是罕见 不过,昨夜不过两炷香时间 陆大人便摇铃叫了面时 你说他是不是不行,听着八卦的袁今夏嚼着糕点,事实被噎到了 咳出了声 两个焦头接耳的小丫鬟听见声音,一脸惊恐地向袁今夏望去 你是何人,怎么到这儿来的 两位姐姐不要慌张 我是新来的伺候小阁老的丫鬟,这不衍生吗 小阁老长天侍女,倒不是稀罕事,两人倒也不再多问 只是今夏饶有兴趣地凑了过去,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昨夜的事,我也听说的 可能是那姑娘肚子饿了 陆大人怜香惜玉舍不得吧 想着昨夜陆毅,御尊降贵的未免 今夏想着可不能让大人落得一个不举的名声来 否则多俊俏的脸蛋也不好使 两炷香的时间 那陆大人还能不为所动 该不会是应不起来吧 现在的姑娘家都这么懂的吗 袁今夏无语,一拍大腿 怎么会,那是陆大人自知力强 幼君子疯犯 说完还是一两丫鬟傅尔道 我今天去收拾了那大人的房间 瞧见了那姑娘的模样 可被折腾得不轻 看那情况 约莫一夜八次不是事 只是总觉得被人盯上 今夏转过身去 刚好撞上了陆毅的凉凉的眼神 急忙咽下口中的糕点 急忙跑了过去 笑得有些谄媚 大人,事情办完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嗯 听见他平稳的应声 今夏这才沉下了心 只是还未心洗完 下船时就听到了陆毅一位身长的话 一夜八次 想不到袁补快如此怕疼 竟也还抱着此等志向 婚后 袁今夏 大人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听我说 妖兽啦 仅一位陆千世的大名 那可是人人知晓 只是没想到 办案件栽了跟头 竟是失忆了 不知是哪位神人的手笔 着实能耐 陆毅从未想过一觉醒来 不仅升了官 还娶了妻 只是他妻子的姿色嘛 实在是一般层服 不过是吃顿早饭 竟还摆了一桌 本官吃得完吗 回大人 这是夫人一个人的饭量 仅一位办事向来手段雷霆 砸了人家的摊子的事 也不是没有过 这不 刚刚抓捕犯人 砸了人家的面具摊 陆毅抬手示意手下 给他二两银子 大人 夫人说了一个摊自己钱银子便可 你可不能败家了 我的话竟还没有袁金夏管用了 卑职不敢 大人的俸禄全受给了夫人 夫人也只给了这么点 陆毅只觉冷峻的神情 有一丝的裂痕 袁金夏撑着脑袋 在房中等着办案回来的陆毅 脸色有些难看 大人今日去了花楼 办案要求罢了 本官什么都没做过 只见袁金夏撞似哭啼 大人骗我 嘴上说着 婚后对我好 还不是守不住身子 我何时说过 大人还说 以后若是惹我生气了 便自去跪搓衣板 一派胡言 只见袁金夏轻车熟路地 从床底掏出了快板 渲然欲气地望着他 他曾想过 将来与自己相伴一生 生儿育女的女人 是什么样子的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 陆毅被送回陆府时 一身的伤 红色的飞鱼服 因鲜血的浸润 呈现出斑驳的暗沉 整个人昏迷不醒 金夏收到消息 新娘的彻底连阳城万 都来不及回禀 拎起一群 着急地跑出了六扇门 床上的人微动 缓缓地掀开眼 白亮的日光刺的陆毅眼睛发疼 他下意识地 就要抬手去挡 被发觉被人死死地握住 正开不得 他脸上闪过一丝的不渝 撇见床边趴着个姑娘 模样俏丽 眼角泛红 一看就是哭了许久 雾蓝色的衣裙 已经有了褶皱 鬓发微乱 显得几分憔悴 眼中正愣 大人 你醒了 金夏感受到动静 惊喜地叫出了声 没有注意到 陆毅眼中的陌生 他伸手要去试探陆毅额头的温度 不料却被他躲了过去 你是谁 怎么在我房里 他猝着眉头 一派淡漠 陈福 圆巾下瞪大了眼睛 露出几分的不可置信 你问我是谁 这时候 陈福听音要踏进房间 就听到陆大人冷言冷语 对着平日捧在掌心的夫人道 我的房间 不是谁都可以进的 出去 陆毅 他焦急担忧 衣不解带地 后着陆毅好几天 没曾想醒来 便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 圆巾下气地插着腰向他吼道 我为你担心流泪了好几天 你倒好 醒来就不认识我了 心头爬上密密麻麻的委屈 眼睛经不住地有些湿润 他深吸一口气 用袖子猛地擦了眼睛 你就抱着层服过一辈子去吧 莫名躺腔的层服 一时间净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看着夫人气冲冲的身影 莫名的有股不好的预感 后面大夫的话果真印证了 他没想到大人这次办案 不小心砸到了后脑勺 竟是忘了与夫人的所有过往 大人 夫人寸步不离地照顾了您好几天 这次怕是真的伤心了 陆毅揉着太阳穴 烦忧至极 他明明孤身一人 如何娶了妻 还生了千事 想着刚才女子有些愤怒的脸 不免得有些过意不去 若真是去层服所说 自己这番作为 颇有些不是东西 他去哪儿了 夫人没有回娘家 卑职猜测 应该是回了六扇门 杨补头那儿 惊吓一股脑地冲到六扇门 想着陆毅冷漠至极的话 越发地生气 冷静想来才觉得不对 毕竟陆毅不是那种喜欢玩笑的人 收到陆府传来的消息才知道 是撞坏了脑子 他强忍着去关心陆毅伤势的心情 就那样坐着在饭桌前一整天 大洋见他恨不得将白米饭戳个稀巴烂 实在受不了夺过了他的筷子 要是这么担心 你就回去看看陆大人呗 瞧你饭都吃不下去了 小爷我被他吓得几天吃吃不好 睡睡不好 他一醒来就把我忘了 还那样对我 我气不过 说着拉着桌子泄气似的 晃了几手 谈话间就看见层服后面 跟着几个锦衣卫 不知何时到了六扇门中 瞧见惊吓 恭敬地行礼 夫人 大人说他不该对您那般 让杯子请您回去 他人呢 您是知道了大人伤得重 如今下床有些勉强 还需休养几天 哎 惊吓你慢些 大洋见某人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 不由地笑了 嘴上说着气不过 可心里还是放不下 陆毅看着桌前摆得满满当当的菜肴 心中有些无语 这一顿菜 当真能哄的人高兴 层服不是傻了吧 只是当他瞧见 袁金夏眼底 闪过的一丝欢喜 才知未错 陆毅尽量用不那么冷淡的语气道 视为夫惹你不快 向你赔个罪 天知道这样的话 从他陆大人口中说出 是如何的识破天惊 夫君 你之前可都是亲自为我不菜的 袁金夏装作冷淡样 语气理所当然 他爹是锦衣卫总指挥时 陆毅可以说是 从小锦衣玉时长大的 何时伺候过别人 心中不耐手 却是十分熟忍地 将菜夹到袁金夏的碗碟中 对这姑娘的喜好 掌握得分毫不差 仿佛早已练习了千万遍 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看着姑娘毫不做作地吃饭模样 陆毅脸上忍不住地几分嫌弃 见他差点噎到 适时递了杯水 石宝燕族的袁金夏脸上 透露着愉悦的神情 陆毅自己都没意识到 嘴角不知何时勾了起来 他虽接受了这一现实 只是突然与人同睡一床 难免得有些不大习惯 那公子披散头发 端正地躺在床外边 眼神竟是没有给金夏半分 难得见到夫君床子间 如此清心寡欲的模样 袁金夏十分潇洒地脱了外衣 爬向了床里边 支着脑袋望向不动如山的陆毅 竟是觉得好笑 他如今知道了 大人失忆了 有种认他百步样子 心中暗爽 这条戏之话 对他张口辩来 自我们成婚以来 夫君夜夜缠着我 可是把我折腾得不轻 莫要胡说八道 陆毅闭上眼睛 忍受着姑娘 毫不遮掩的出格调戏 只是心下 对于自己如何娶了她 更是疑虑 夫君知道 每晚睡前必要 对我做什么吗 金夏笑得像只小狐狸 看着陆毅隐忍的模样 愈发放肆 陆毅只觉额头 落上了一个轻轻的吻 姑娘家特有的心香 贴近自己 一时间失了神 他睁眼只见 袁金夏望着自己 眼中仰着浅浅的笑意 摇曳的烛火 倒映在他瞳孔中 越发的明亮 耳间竟是忍不住地发红 喉咙有些发紧 控制不住地燥热起来 夫人这是在勾引我 你可知我可不是什么柳下慧 可夫君 如今你都忘了我 有些事 总得先培养感情吧 再说了 你的伤势严重 可不能有大的动作 金夏翻身蒙在被子中 直到好险 差点撩过了头 刚才那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之前 惊虫上脑的陆大人 前些日子 锦衣卫破了柳州地方官员 勾结山贼拐卖少女的案子 恰巧服远将军的千金贪玩 差点遭了难 被陆毅救了下来 方兴暗许 如今回了京都 便缠了过来 陆毅养伤几日 刚出陆府 就被那姑娘拦住 那千金自小养在战场 学来不知所谓的豪气 明知道陆毅娶妻 但仍是要见一见 袁金夏 公平比试一番 被不知名的人 拉住了衣角 陆毅因着 抚远将军的几分薄面 只是冷着脸 便要离开前往北镇府司 谁知对方仍不相让 抑郁纠缠 恰巧撞上半拆回来的袁金夏 陆毅下意识地 猛地后退了几步 谈了谈自己的衣衫 袁金夏知道陆毅那张脸招小姑娘喜欢 却没想对方竟是厚着脸皮 堵在了家门口 你就是陆夫人 打亮了金夏几眼 眼中透露着几思不屑 今天我们比试一番 我若是赢了你 你就要离开陆大人 我瞧着这位小姐 口气到不小 袁金夏说着 眼神不忘瞅着陆毅 仿佛要将她退下一层皮来 她撸起袖子就要开打 却被陆毅拦住拉至身后 我夫人不需要和唐小姐比试 不论输赢 我从来只是她一人的 陆毅脸色微沉 像是凝了一层厚厚的双血 让人不由地发出 看在服远将军的面上 才救了小姐 如今看来倒是多此一举 徒增烦忧 惊吓看那唐小姐 哭得梨花带雨地跑了回去 不由地咋舌 她家大人即使失忆了 这嘴巴还是毒得很 陆毅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见不得袁金下受委屈 害她撞着头失忆的案子破了 皇上嘉奖连带着府尉 赏赐了一大笔的黄金白银 管家十分自然地 将她存入夫人的小金库 直接跳过了 询问陆毅这一环节 她才知 她家夫人是如何的爱财 而自己竟也纵着惊吓 颇有哄她高兴的架势 陆毅不可置信地摇摇头 这些事哪里像是她的伴的 只是当她看见那小身板 欢快地扑向一堆的黄金白银 数着数量时 眼神亮晶晶 活像个见到食物的小野猫 竟是挪不开眼 大人 你好厉害 每次办案的赏钱 比我的俸禄多了不知多少倍 你若喜欢 以后都留给你 陆毅瞟了一眼库房堆积的财宝 不慎在意 姑娘不知何时跑到她身边 点起脚尖 巴基一口亲在了陆毅的右夹 夫君 你真好 她正愣地摸了脸上残余温度 像是喝了清纯的酒 心底涌出了通畅 眉眼温柔多许 素来冷着脸像是被冰包裹的人 一时间竟是全树化开 平时总是回来陪她用晚膳的人 金根没回来 确实捎了个口信 说是扬州来了 故人六扇门 要好好聚一聚 怕是要晚些 听得谢霄这个名字 不知为何生理性的心中起了反感 陆毅面上不闲 只是握着书的手 用力了几分 总也读不下去 夜间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远今下望去 只见微亮灯火下的街道上 多了个撑伞缓缓而来的身影 众子长袍 衬得她轻贵无双 宛若神低 夫君来接我回家 她眉眼弯弯 笑得满心欢喜 只是瞧着那积了雨水的街道 笑得狡黠 从前 夫君舍不得我沾一点雨水 都是将我背回去的 陆毅有些勉强 只是带将她背起时 小小的一点重量 竟是让她的心安稳了不少 姑娘偶粉色的衣裙 随着风摆动 手中撑着油纸伞 趴在陆毅的后背上 大人是吃醋了吗 我没有见到谢霄 只看到了上官姐姐 陆毅背着惊吓缓缓地走着 嘴角微不可查地翘起 六扇门的宴席 你没有喝酒 我夫君说过 不让我在外面喝酒的 惊吓在陆毅的后背 一笔一画地用手指写言冤 笑意盈盈 她被同僚夭着去听戏 抬上白蛇传 一压一压地唱着 脑袋中却不知怎地浮现了 她与今夏穿戏服的场景 彼时的她 有些拉不下自己的身份 只是在一旁瞧着那姑娘 鬼灵精怪地 将白蛇传乱唱一通 不若你我姐妹 一同回青城山 就让官人和法海做一对 我有亲儿便知足了 同僚乔路一神色不对 陆大人 这戏可有什么不妥 她翘着腿 身子靠在椅背上 骨节分明地手磨缩着茶水盖 阴晕地茶气升起 不知为何 好像感受到了一丝笑意 只是方才想起 一出与众不同的白蛇 哦 是哪家的戏班 我倒是想听听 自家的小孩胡乱唱的 上不了台面 李大人说笑了 她记得陆大人只娶了个娇妻 何时来的孩子倒是未知 夜间听到身侧的动静 只见惊吓不知何时坐了起来 摸着手腕一副焦急的神色 怎么了 我的手链不见了 声音有些哭腔 不是前几天 记万的琴弦坏了 送去修了吗 陆毅好声地提醒她 好像是的 念叨着才重重松了口气 躺在了床上 合上了眼 平时不是精明得很 怎么这时候却糊涂了 今夏迷茫间 将自己的脸埋入陆毅的胸膛 声音有些软糯 她抱着陆毅脸 不由地蹭了一下 方才找好姿势 不是娘送的手链 大人说没有你的允许 不许摘下来的 她小声嘟囔着 渐渐地被睡意侵袭 她轻抚了金夏的脑袋 望着窗外的树影 一时竟是难以入眠 只是手不忘拍着金夏的背 像是哄着孩子 江阳大道是万花楼的恩客 陆毅一身平常装束 与外面的锦衣卫里应外合 将她捉了个正着 回来时就见袁金夏两手拖着塞 颇有些兴师问罪的赶脚 大人今日去哪了 万花楼 捉贼 早已知道的袁金夏 听到她口中说出 似是越发的不爽 如今大人将我忘了 竟还去了花楼 可怜我一弱小女子 独守空房 我去办的是公事 我不听 大人就是不喜欢我的 怕是早已咽起我一个小小的捕快了 说着便流出来几滴眼泪来 那模样极为的惹人恋爱 大人之前说过 要喜欢我喜欢一辈子的 做错了事 便自去跪搓衣板 陆毅瞧她做戏 着实有些做作 也没拆穿她 只见那姑娘身子灵活地 从床底掏出了 早已准备好的搓衣板 眼睛通红地看向自己 我当真跪过 陆毅看着 袁金夏微微地笑了 却是让她心里发毛 大人如今忘了 便不认账了不成 袁金夏硬着头皮说了句 见陆毅似笑非笑的模样 有些心虚 当即抱着东西道 得我也不在你跟前碍眼 说着便跑向了客房 瞧着那块搓衣板 袁金夏抱着胳膊 极为的遗憾 本以为能狂一狂陆毅的 谁知道失忆的陆毅 也是个不好蒙的主 可惜了 不能看到陆大人 跪搓衣板的英姿 一个人极为自在地 成大字躺在床上 从枕头底摸出了 本风月记事第二卷 瞧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傍晚回来时 府中的下人只说 少爷房中等了她许久 袁金夏眼睛一亮 难不成是相通了 真要跪上一跪 她推开房门 大人想通了 是要向我谢罪 袁金夏懒洋洋地说着 只见陆毅手中拿着本书 赫然是自己昨晚 扔在客房的那本 陆毅向自己投来意味 深长地笑 袁金夏依怂 呵呵 这不是无趣看着玩吗 悄悄地挪了过去 就要夺下来 却是被她禁锢在怀中 原补快好雅兴 陆毅脱长了音调 尾音上条 之前那一整套的春宫图 是看腻了 大人 袁补快 要我跪搓衣板给你看吗 不用不用 袁金夏直觉大事不妙 就要从陆毅怀中钻出去 却被猛地抱在了床上 陆毅附身而上 复耳道 想来夫人春归寂寞 今夜便与为夫一同 将这册子上的东西 一概尝试 别别别 袁金夏只觉身下个的慌 一摸原是那块板子 哥哥 之前我是说笑 真的腰带不知何时已被拉开 露出光滑的脖梗 细腻的肌肤淫润如玉 陆毅轻笑着吻了上去 丝毫不给袁金夏逃离的机会 疼 身下的东西个得她生疼 惊吓眼中泛着泪花 抓着陆毅的前经控诉 账漫似锤 人影交缠 姑娘的声音逐渐细碎 嗓子也哑了几分 陆毅 你 混蛋 大人何时恢复的记忆 不过最近几天 陆毅知道 即使她短暂地忘记了 却只有袁金夏 可以轻而易举地闯入她的心中 你那还有一套的春宫图 要不本官和袁补快 再好生探讨一下 袁金夏 明天我就把它给烧了 你给烧了